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偏远地区 许多妇女和女孩都在家生产 无法享受医疗服务 一旦出现并发症 他们就有可能因产程过长 缺乏医护 而引发乘客楼这一严重病症 出现习惯性失禁 乃至多数情况下死胎现象 我的孩子一生下来就非常虚弱 很快就死了 我伤心欲绝 哭喊着请求帮助 但我根本走不了路 在莫桑比克 遇半数女童在18岁前结婚 同婚率居于世界最高 多数女孩婚后很快成为母亲 同婚是导致女孩意外怀孕的一大原因 他们的身体还未发育完全 无法为孩子做出最好的选择 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协调下 米扎克马丁滕贝博士参加了跟出产科楼运动 接受了楼管修复技术培训 在2013年最初三个月中 滕贝博士已经治疗了近20名楼管患者 其中许多像埃斯塔一样的孩子 如果我的身体能好起来 我想生个孩子 到时我会来诊所 让孩子更好地出身 我希望如此 她的愿望触手可及 手术成功后 许多妇女都能完全恢复正常生活 再次生育 成功后 应该是以后她们最新准的生育 她们大概在18号 身族下半身上 最后一次它们也会提供 起来 然后再次生育 下来 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